四S标准 因为这四个标准的英文单词都以S开头 翻译成中文就是超机动性 超音速巡航 隐身能力和超视距打击等 关于最后一个S超视距打击的翻译 按照F22的制造商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官方文档解释 更倾向于解释为高信息优势 也就是让战斗机成为网络中心站的一个节点 与其他作战单位共享战斗情报 让战斗机飞行员更充分地了解自身所处的环境 以美国的F22战机为例 据美国媒体报道 F22在不使用加力燃烧式的情况下 能够进行超音速飞行 能够远距离攻击任何敌人 在敌机未发现F22之前 捕获 识别 瞄准并击毁敌机 美国方面声称 经过实战评估 如果使用威力强大的火神航炮 以及最新式的响尾蛇短程和阿姆拉姆中程空对空导弹 F22可以同时打击数架敌机 战斗力相当于F15的四倍 第四代隐身战斗机的代表机型 目前仅有美国的F22猛禽和F35闪电隐身战斗机 F22是目前唯一服役的重型双发四代战机 F35为高低搭配中的轻型隐身战斗机 而俄罗斯随着前苏联解体后国力大幅衰弱 新一代战斗机项目一拖再拖 目前 俄罗斯苏霍伊公司研制的第四代战机 俄称第五代机原型机T50 也已经在2010年的1月29号试飞成功 除此之外 印度联合俄罗斯 也正在研制第四代战斗机 据俄金网2010年12月21号报道 梅德维杰夫与印度总理辛格会面时曾声明 俄罗斯国防出口公司与印度斯坦航空公司签署协议 联合研制第五代喷气式战机 俄印两国同意在2016年前 研发出单人与双人两个版本 初期将主要研制单人T50多功能战机 而据英国检视防务周刊介绍 亚洲的日本也正在自主研发新型隐身战机 并声称代号为新神的日本新一代战机 将在2013年首飞 好 今天的媒体焦点部分 我们继续来关注歼20战机的相关信息 来看世界其他媒体是如何报道的 时间交给王州 好的 就在两周前 有关中国第四代隐形战机歼20 它的相关消息和图片 是出现在了一些网站和外媒的重要版面上 就在两天之前 那么这个消息得到了中国官方的确认 那么这也再次引起了世界各大媒体的相关关注 那么今天我们的媒体焦点就来聚焦歼20 首先来看一下美联社 对中国歼20隐形战机的首次试飞 是进行了报道 文章说 压式布局倾斜双尾翼 头部与美国最先进的隐形战机 F22猛禽的外观是十分的相似 中国歼20隐形战机 是于11号中午的12点50分之后 首次升空飞行测试 中国隐形战机的试飞成功 标志着中国军事技术正在突飞猛进 英国每日电信报报道说 尽管各国军事专家 对于中国歼20的试飞并不感到惊讶 但是其进展确实是超出了此前的所有预期 美国情报机构曾估计 歼20战机直到2020年才会列装 实质表明 中国隐形战机的高配额引擎和导弹装备 都是进入到了一流水平 代表着技术和应用的双双纯属 这一次新的尝试 其技术突破在未来10年内 都将发挥重要的影响 美国的连线则推测 歼20战机何时能够服役中国空军 文章说 美国卡托研究所的防务专家 是这样认为的 中国新开发的隐形战机 在心理和象征性方面 都具有着重要的意义 但是在10年之内 都不会改变中美两国间的力量对比 而且歼20的出现 并不代表它能够很快服役 F-22猛禽隐形战斗机 是用了15年才进入美国空军的 考虑到中国对高技术装备的 质量控制问题 可能需要10年 甚至是更长的时间 才能够让歼20的数量 足够影响到太平洋地区的 一个军事平衡 中心社发表文章说 发展隐形战机 其实是大势所趋 文章说 针对某些西方媒体炒作 中国新型战机 打破东亚军事平衡的言论 外交部的回应是 对武器装备更新 是非常正常的事 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 另外发展隐形战机 已经成为了趋势 中国周边的亚太国家 都有这样的一个计划 比如说 印度已经计划拨款 20亿美元 研制第一代 自产隐形战机 以提高未来 空中作战的能力 预计印度首架 国产隐形战机 将会在2017年之前 进行首次飞行 日本虽然是在购买 F-22问题上是碰壁了 但是装备还是F-35已成定局 据日本防卫省透露 日本航空自卫队 将会购买40架F-35战机 作为其主力机型 而韩国军方也正在考虑 独立开发隐形战机 所以说对隐形战机 或者说第四代战机的 这种开发和研制 世界许多国家 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都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 那么这一次 对于歼20的试飞 这也是中国非常正常的 一个例行安排 那么是非成功 也是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的 一个阶段性成果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 媒体交接部分 好 有关歼20战机的消息 我们先关注到这 稍后回来 来看其他方面的新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